大家好,我現在是新在識尼的鏡花先生,好,今天特別為大家講一個舊翻回顧裡面的放浪食指。 不過,其實講之前,我真的覺得很需要為一套電視版做一些平反,應該說覺得這套電視版真的很可惜。 因為這樣講,如果大家有看過都知道,為什麼第10集的標題是10加11的呢? 其實是因為,它是將第10集和第11集,兩集是剪輯在一起做第10集。 其實它是一集裡面做了兩集的內容。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大家都知道,因為日本那裡發生了大地震,動畫停播。 其實播放浪食指和婚姻的時段已經停播過一次。 已經是沒得再有機會被它停播,如果不是說不遲,就下一個4月新版播放花明、播詩這兩套新版,就沒得播。 所以唯有強行將第11集和第11集合在一起做第10集,這樣播了下去。 即是進度追得回。 於是,劇情就會覺得好像很奇怪,為什麼呢?第10集的時候。 那裡剛剛說到,男主角收一句,穿了一個女裝回學校,被人發現了,被人笑。 為什麼這麼快就好像沒了一件事,變了文化祭,學完祭的樣子呢? 其實就是因為這樣,因為剪了,我覺得真的很可惜。 一套放浪食指,很明顯一套,可以說一套青春劇,一套愛情劇,都可以這麼說。 主要是青春劇為主,感情描繩是最重要的,對它來說。 如果將那些劇情剪掉的話,令那些感情描繩是少了呢? 其實對這套動畫傷害非常大。 亦都很可惜,就剪掉了,大家會看到很多談截惠,或者很多感情, 現在男主角的什麼變化,就好像少了,我覺得真的很可惜。 你看到,第10集的時候,就例如,男主角無緣無故長頭髮了, 中間發生了什麼事呢?就很明顯是剪掉了。 亦都是,我們只會看到,這個安娜,即是男主角的女朋友, 知道了她穿這個女裝回學校之後,她的反應是,即是不敢面對她。 接著,她用看煙花,男主角看煙花,即是收日去看煙花,回想的時候, 那時候才想起,究竟是安娜對她說了什麼? 其實安娜的心情描寫是很少的。 這樣就變成了,這樣一剪一剪,就變成了,好像安娜變成一個雜碎,對不對? 即是,你無緣無故說掉了她,掉了她,這樣。 收日是不是很慘啊? 其實應該是中間的描寫,不過這樣也算了,這個我們之後看得回,即是第1集看得回她, 其實安娜應該不是那麼壞的,但我覺得應該為土居平反一下。 即是很明顯,你看到土居,大家看到男主角都說討厭她,死得很壞啊,把嘴很囂張啊, 好像害得男主角被人笑啊,被人排斥,即是她最乎我手來的, 但其實呢,你看到第10集最後,男主角討厭她的時候,那個反應是怎樣? 她不是說,哎呀,不能玩啊,她是,即是很不開心, 是會,即是,劈死亡事結婚,即是,你看到她對男主角的感情是不單純的。 即是,其實應該是,我覺得應該是一個,我也是原著啦,我不知道, 但我覺得在剪輯裡面的東西,應該有再更多她對這個, 阿薩克感情的描寫,但沒有了,這樣,角色的定型那方面真的差了, 那這方面真的很可惜,是的,所以,我又懷疑,現在播完電視版,其實是一個不完整的動畫, 一套是未完整的,即是整套劇情的故事是未完整的, 那要到去到,當Blue Ray啊,DVD出的時候呢, 她才會,將這個第10集,第11集分開,做兩集完整的給大家看, 那,其實這些全長12集的,不過很無奈啦,這樣,現在1至11集這樣,都這樣看著先啦,大家, 那,不過我會這樣說啦,其實就算是,第10至11集這樣,這些東西剪輯了, 但其實都算是很流暢,即是以剪輯的東西來講, 普通已經算是比較流暢一些,我可以感受到,其實這個都是盡力啦,這樣, 這樣,在有限的空間、時間裏面,將劇情盡量寫出來,那我覺得都OK的, 好啦,那說回整套東西先啦,這樣,我記得大概在我們做這個新番介紹的時候都說過, 好像角色很多,人物很多,比較亂一些,這樣,那我覺得之後呢,她有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其實,你之後看回,她解決問題的方法呢,就是,她雖然有這麼多角色, 但她最主要的角色都想回收日啊,佳賴啊,簽沙跡啊,她啊,這樣, 她們三個之間的關係啊,或者,那我覺得就算是這麼多角色,她沒有很詳細去描寫她, 但是她呢,都是在這個劇情裡面應有給了她,她一些感情上的發展呢,都是可以很好的, 就算少到,阿濕一的爸爸,這樣一樣,都是用了第十集那裏有一段劇情的, 是說到她,是和阿濕一她在這個便利店走出來那時候安慰她的,這樣的, 就是看到她那個合寶爸爸,明明是沒有一點描寫, 但是就是過一幕,你看到她有那樣的人,很多地方都是這樣, 就是例如,可能是收一個好朋友啊,馬�ô陀等等,這樣,那她對一個,沙跡啊,又有好感啊, 他對沙漬有好感,也喜歡女裝,但很明顯沒有沙漬那麼可愛,他自己也說是很妒忌收藥 但他沒有詳細寫過,也可說是演員羅馬虎朱雷的畫劇就被人丟一邊 但到最後他也有給他一些氣氛,說回那個角色的感情,說回性格 我覺得這個算是有始有終,這些小角色他也有寫,到一些不算好主角,都可以算是配角的,我覺得寫得更好 例如說到是收藥的姐姐,收藥的姐姐就是水雪萊萊配那個,我時間都沒有什麼名字 就算是收藥的姐姐,其實一直以來他在劇情中寫到他是做模特兒,但他很妒忌,他弟弟是可愛的 但其實他表面上是這樣,但是很關心他的弟弟 也很記得他在第10集裡面,說到他男朋友,說要特意提出這個女僕咖啡廳那件事去幫他 即是不會被人好像笑得那麼厲害,這個弟弟穿這個女裝回學校這件事,幫他開架 即是說回他會很感激他男朋友,寫回他男朋友和他之間的感情,我覺得這一段真的寫得挺好的 即是他不用寫很多東西,但你只知道他們兩個人有那個關係,然後最後有那個轉變,有那個成長 即是就算這些細比較配角小角色,他都寫得回他的感情出來,我覺得這一個就是動畫有個個人之處 但再回到這個主角,我覺得整套東西,看回整套放落石子,他以這個可以說是藝良,其實是用女裝為題 最主要其實戴骨子裡面其實說的都是這個男主角的成長 或者都可以說是很多個人的成長,即是不只男主角的其實,就算女主角、獸、佳賴他都是有成長 這樣,其實最主要的整套劇是見到是說成長的一個主題 佳賴的成長比較明顯一點,即是由他一開始很故技的旁人眼光 即是他想穿藍裝,但是他很故技人,會怎麼看他? 他覺得會不會好像在裝了東西,這樣出名 但之後會見到慢慢改變的,即是他不是一時間一夜穿藍裝 你會見到他慢慢由他開始打胎,到… 不,你會見到這個阿根科,他的…阿根科千學,他的… 他的…即是他不理同人眼光那種…的態度 亦都是教導他怎樣去真正做回他自己那種感覺 到之後慢慢有這種想法,慢慢去改變了 這樣,然後他一開始先打胎,覺得就去了第一步這樣 然後就…這個…最後就穿藍裝 你會見到他那個心態上已經不同以前一樣的故技 真是做回了自己 那修一啦,那好,修一啦,即是你看到修和佳賴是兩個是… 剛剛…趁著一個…一個女仔想穿藍裝 想做男的應該是說 如果修一的話,就是一個男仔想穿女裝,真正是想做女的 但是很明顯啦,這個世界… 即是你…女…現在很明顯,很普通的 女仔穿藍裝,那這個穿髮是一個fashion,你怎麼可以說 但是呢,男仔穿女裝,即是除非你是蘇格蘭裙 你…即是…如果一個男仔穿裙的話,絕對會被人覺得是變態啊 那修一其實他都…那這件事… 即是這一個也是最大的問題啦,其實關鍵之處啦 那修一其實最後都…可以說是他的一時衝動 他都穿了這個女裝回學校 那最後都落得這個比較慘的下場 那樣…就是被人欺負,被人笑,那樣… 也都覺得很後悔的 但是其實他…這件事…但是… 不代表他這樣就放棄了穿女裝,穿女仔這件事呢? 他不是放棄了,但是他有改變,因為這樣… 你會見到整套劇之後… 這套劇可以分開兩本,就是… 用這個話劇作為一個…劇情的…轉譯點啦… 由第六集是一個話劇,到第十二集最後都是做那個話劇 由一個…原本有一個是修一那個話劇 已經變成出來的浪漫OEG例如… 到最後啦…他真的做那個話劇,就是修一最想做那個劇本 即是由我想做女孩那個劇本… 因為修一開始面對… 即是怎樣…都是… 因為劇情的異象來講啦… 這套話劇是代表修一的心性 即是其實修一都還是想做一個女孩 但是他…想做一個女孩之外… 他還是一個做回自己地想做一個女孩 一這樣說呢… 即是…他以前很害怕自己啦… 有暗瘡呀…有變聲呀… 那樣樣… 那最後他真的有變聲啦… 那樣樣… 但是他… 在那間許願房裡面… 他不理會著流星許願 說他自己想…不想變聲…不想成這樣… 但即使是他變聲… 他也是接受了自己… 那樣是一個…對他來說… 其實就是這個成長啦… 即…可能…其實劇情沒有講到啦… 他之後…是否想做… 沒有…之後會怎樣做啦… 他還想做女孩… 但是又變聲…又接受了… 那又怎樣呢… 是否…好像會跟著阿雪姐這樣… 那樣樣… 那樣…去變聲呢… 那沒有講到的… 這個已經扭白了… 但不要緊… 我覺得這樣已經足夠啦… 劇情裡面… 你見到的就是一個… 男主角… 男主角…女主角…成長… 這個就是最重點啦… 那我覺得這一方面… 他整個描寫得很好… 其實看回整套東西啦… 一個主題… 貫穿整個主題很明顯… 但其實中間… 有很多細節的位置呢… 你會見到… 你會見到… 是很… 很勢力的… 那樣… 很多地方… 例如… 有時候有些對白呢… 是… 隱含了那種信息出來… 即是… 劇本是… 這個… 江田一直以來… 可以寫這些劇… 他都是習慣了這樣… 亦都可以說是… 他的風格是這樣… 就是… 他不會將… 主角的感情… 很直白地… 宣知於口的… 用這個… 用一些… 對白… 用一些… 那樣… 那樣一直都有寫到的… 即是… 你會見到這部動畫… 依然是… 你會見到… 很多… 對白… 那些東西… 是… 吻含了角色的感情在裡面… 我最記得… 就是一個… 第七集那時候… 就是… 潛沙迪和佳奈在廁所裡的一個對話… 那… 那… 沙迪就說… 佳奈說… 啊… 你們可以加入演起步… 很厲害喔… 這樣… 那… 那時候沙迪反問他一句… 如果你也是想加入演起步的… 那你還會不會很衷心覺得… 我是厲害呢… 跟著其實… 就是說… 如果沙迪就說了一句… 如果是… 我就不會了… 即… 其實… 很明顯啦… 那套套進去呢… 他對一個… 藍珠國沙迪的感情啦… 即是…其實呢… 修一就喜歡一個… 就很明顯… 喜歡佳奈啦… 那… 沙迪就… 雖然喜歡修一… 但都… 沒有啦… 因為他根本就沒有對他有什麼意思… 其實這一方面就套回整個感情進去… 即是用對白套進去… 而不是很直接去描寫… 那我覺得… 這是一個高手的… 即是… 這樣才能看得出那個勢力… 即是… 你可以說這一個是… 那些婆婆媽媽這樣… 即是… 為何這麼直白講呢… 但我會覺得… 這個就是… 可能… 這個就是… 這一個… 十女漫畫的… 那種… 十女漫畫的風格之外… 都是一個… 原著的… 漫畫作者… 自穿貴子的一種風格… 那種類型的勢力… 即是… 不會… 很把這些講得很明… 是會將她用… 暗示呀… 那樣才能… 暗示的方式講出來… 那…可能是啦… 你看看… 一個女仔… 是不是有時候會這麼直白呢… 有時候會這麼暗示… 那…我覺得這一方面是很好… 因為感情勢力… 一方面是… 我都很賺相的一套… 不過呢… 我賺那麼多東西啦… 那樣… 但不代表我沒有東西覺得差的… 整套東西… 我覺得最敗筆… 最敗筆的一個… 就是修律的感情線… 修律的感情線… 就是修律和安娜之間的感情… 即是… 我是很無然地… 第七集… 無緣無故… 為何會有一個小展開… 就是… 為何修律和安娜會做這個交往… 是… 我見到之前… 他們倆是有交雜的… 例如說… 安娜看過了一個… 羅馬許主題的劇盤啦… 然後… 又… 又… 給那個… 掛飾那個電話掛飾那個… 養衰店長的電話掛飾他啦… 是有些交集的… 但是… 那是不是足夠… 鋪陳到兩個人有感情之間… 即是… 我見到的呢… 就是… 第七集裡面… 一個… 叫做… 安娜… 教一教… 教一教… 教一教怎麼洗… 想修律公園… 於是… 這樣做漢倉的事 那無故… 立刻對他很喜歡… 於是就告白了… 今天那麼兒戲呢… 我覺得真是… 中間… 實際好像脫了一段表情寫… 這樣… 沒怎麼鋪塵我們… 就這樣做了情侶了… 我覺得 真的… 很特惡喔… 可能因為劇情 因為也會說到… 安娜… 對一個深蛇的便便看了 就好像妹妹… 好像不是真正的情侶,所以兩人的表情感情基礎應該不是很深的,這是對的,但也不要這麼大壓 至少感濕的人應該很喜歡安娜,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安娜呢?我看不到,除了教育體面之外,還有什麼讓她這麼有好感呢? 我真的看不到,這方面比較大壓力比較差的一部分,應該是最差 除此之外,其實也想不到一些比較差的地方 唯一比較可惜的我覺得是馬可托,就是整個角色 其實馬可托喜歡沙迪,但好像第六集完結完結之後就沒有了那件事 之後就沒有了點寫一個,這樣是有點可惜,這個配對,其實是還有一個配對 你看回整套東西就是這個佳賴和修一,但沙迪喜歡,又喜歡修一 於是但是,馬可托也很喜歡修一,好像四角關係 或者甚至更複雜一些,現在還喜歡馬安娜,修一又喜歡 有五個關係,其實可以寫得好一點,這一個是複雜的,也是一個複雜的關係 那是不是可以,如果放多些密碼去寫的話,是不是寫得更加精彩呢? 當然現在不是現在不好,但是這樣會有點可惜了 我覺得會,怎樣去將整個角色更活用了 因為你看回,去到之後,好像第七集到之後,好像已經成五點出場了 無緣無故最後,第十二集的時候彈回去出來,那就變得有點突压了 我覺得這個角色被人浪費了,這個可惜了 最後,講一下劇情以外的部分,我自己都很喜歡的 不過,比較可惜,Opening的畫面就真的比較簡陋一點 就是一些課室的書桌來做一個畫面 就比較單調了一些,首歌那麼好聽,但畫面那麼單調就比較可惜了 那Ending就是一個... Ending我們比較喜歡的,相比之下 這樣就給了那種輕快啊,那種感覺 還有,很好寫到那個...那種...那種...那種戀愛的心情 那我覺得這一個是挺好的 那去到...不過,如果說到聲優方面表現的話呢 那...如果有留意到的話,我發覺修一和佳奈 其實是兩個新人聲優 以前做的同聲啦,就是兩個新人去配這樣 那佳奈,佳奈,佳奈,佳奈那一個更好些 因為其實,他來來去去,要感情表現的地方不算太多 也都比較簡單一點,但去到修一就糟了 那修一是男主角來的嘛,獨白有很多的 那時候,重點、事點放了,總是放到那裡 但那些感情描寫真的...那些感情呢... 那些表現呢...那位聲優真的做得不太好 尤其很多地方... 對了,雖然修一一直以來都是那些... 平平淡淡,沒有特別感情的衣服 但當你去到有感情的衣服的時候呢 他還是用回那個聲音 即是你見不到他有什麼特別 突出到他有什麼...那一刻有激烈的反應 尤其當你配到他修一的家姐 向水柱樂樂去配的,跟那些老牌聲優一比 哦,那你又見到...很明顯 很明顯,修一哥聲優那個...就是差別人...幾疲啦... 那這方面實在是有點可惜的 那我明白...就是...我明白... 國際藥組,我覺得他會想起用這個新人聲優 是想表達...就是修一和佳奈那兩個人 是比較...絕裂一點的那種的... 那種的關係...就是...感覺那個形象 但是...那個表現真的不太好 尤其是修一那個...那個絕人聲優的表現真的比較差 這個真的可惜... 好啦...但是最後說回整套東西啦... 那樣樣...就是... 我會覺得如果...就是...以新番來講 雖然整套新番的風頭被小元搶光了 但我覺得如果我最推薦的動畫... 就是我小元太多... 小元太多人說,我不推薦了... 我會很推薦放落色子這套動畫 很難得一套...一套... 以所謂的...就是...一套... 以偽良題材的動畫...就是可以這麼說啦... 但可以中間的感情表姐寫得這麼好... 亦都可以運用到藝良一個題材 亦都可以真的覺得... 這一個...這麼厲害的青春唱片寫得... 這麼好難得的... 如果啦... 金貴新番... 即可能都是說... 乾田劇本功勞... 如果金貴新番... 你都很喜歡看乾田和乾田寫劇本的... 真的值得來看... 好啦... 我是說到這裡...